OK朋友们今天是特别的高兴啊 因为又给大家带来一辆新下线的新车啊 50的旅行官 那它的底盘是50700P 这辆车它的长篷高呢 分别是5995 2380以及高3米18啊 那3米18的高度的话 相比较同级别的车型要将近低了20公分 应该说很好的获得了一个通货性 以及降低了它的风阻 整个车是采用了一个通体的白色啊 搭配了灰色还有蓝色的一个拉花点缀 显得是非常的干练 那看到这儿 它的整个车厢呢 是采用了一个全铝的三明治的一个车厢 厚度是达到了2毫米啊 里边呢还有一个高强度的铝合金的骨架啊 整个组合在一块给我们提供了更高的安全性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旅行官它的外部的配置 首先就是在车辆右侧的这边呢 有一个高原版的柴油灶啊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这么一拉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是外置的一个小桌板 整个面积大家能看到啊 也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两个搭配在一块 给我们形成了一个户外的厨房 那这儿呢是一个外置的电源接口啊 这是邻居花洒的接口 整个这一套组合在一块 它的功能性还是非常强大的 那往上看啊 那有一个非常大的长4米的手动电动一体的遮阳棚 避免我们后期如果有故障的话啊 也是可以手动打开的 那往这儿看是外接的一个输入电源口以及注水口 那来到车位啊 整个感觉还是非常的干净整洁的啊 上面呢有一个四路监控啊 这儿呢是倒车影像 这个是后视镜流媒体啊 往下看啊 有1234啊 四个倒车雷达 整个安全配置是非常丰富的 来到车辆的另外一面啊 这是我们的侧拓了 这个侧拓打开之后有55公分啊 能够很好的拓展我们室内的一个空间 那室内空间到底怎么样 稍后我们一起去看啊 那么往下看 这边有一个空调的外机出风口 为什么这辆车它的高度是3180啊 因为它把空调外机 有一些电气化的设备 摆放在更接近于我们底盘的位置 让它的整个重心往下降了啊 这样一来的话 车辆行驶起来会更加的稳定 OK来到驾驶舱啊 首先是一个三座的布局 打开之后 这儿也是一个座椅啊 那么这辆车呢 它的动力方面要着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它是采用了505.2T的柴油发动机 那最高的马力达到了190匹马力 最大的扭矩 也来到了507牛米啊 这个动力的参数真的是特别的棒 同级别的这个轻卡房车里边来说的话 它是唯一一个采用了6AT的变速箱 让我们的行驶的平顺性会更好 那这儿呢 还有一个多功能的方向盘啊 在定速巡航使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往这儿看 我倒是觉得可以做一些优化 为什么呢 它的中控屏离我们的驾驶座啊 有点远是不是啊 如果说可以的话 把它挪到这儿 然后把这个储物空间 以及座椅 还有空调的调节按钮 再做一些位置的优化调整 我相信后期在使用的过程中会更好 那这儿呢 还是一个通舱的设计啊 我们到后面来看一看 OK来到旅行官的车里边呢 大真的是非常的宽敞 来看到这儿 驾驶舱的上方啊 是一个额头床 它的尺寸来到了2米2 x 1米55啊 是妥妥的双人床 甚至还可以再塞下一个小孩啊 那么双人床呢 它是采用了两边的对开窗啊 是推窗 上面没有天窗 但是它整个的密封性会更好 OK来到我们的生活区域 在客厅我们首先感受一下 整个里边的灯光氛围啊 头领上的灯光呢 是采用了五主灯的一个冷色调的灯带啊 四周呢 是有暖色的一个灯带 让整个我们车里边的灯光效果 显得更加的和谐 也让它层次感变得更强 那惠客区的沙发呢 是采用了一个私人对卡座的设计啊 那尤其让我非常满意的 就是它这个沙发的坐垫的长度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已经坐在最后了 瞧瞧没我腿甚至可以把它给伸直啊 中间有一个按钮啊 实现手动升降的 那把它摁下去之后呢 是可以变成一个儿龙床 当然这个儿龙床的话 个人觉得尺寸非常的不错 已经来到了1米9 x 97公分啊 睡两个小孩甚至都可以 那惠客区呢 还给你提供了额外的两个充电的插口 还有USB的接口 那往上呢 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属于的空间啊 以及家用的直流变频空调 隔离排的也是都给你配置了 在客厅的对面啊 就是一张这个沙发了 它的整个的宽度达到了将近60公分啊 对于我们整个的支撑性 还有包裹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这个沙发还可以实现一键拼床啊 它的尺寸是来到了1米9 x 1米1 妥妥的也是一张大床了 那来到这儿我们看一下 头顶上有一个投影仪 在我们的正前方是投影幕布啊 可以实现一键开启 能够给我们提供 房车生活的娱乐的更多可能 打开这扇玻璃门啊 就到了我们的厨房的区域了 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厨房非常的大啊 依然是贯彻了这辆车它的特点大 看一下厨房区域它的配置 有电磁炉 这边是不锈钢的水槽 以及软管的水龙头 头顶上呢是两个吊柜啊 还有一个大吸力的油烟机 怎么使用 非常简单 220伏的大吸力油烟机 往这么一拉就可以 那往这儿看 是一个黑色的雅固地板啊 让整个厨房的质感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操作面板 不够大怎么办 没关系 这边还有一个延伸的小桌板 让你的厨艺啊 得到进一步的试感 那这儿呢还有一组厨物的抽屉 那在厨房的对面 我们看到是有一个微波炉啊 下面呢是152升的伊德尔冰箱 同时是双温控的啊 摆放食物啊 冷藏冷冻都是非常方便的 往旁边看啊 这儿呢是一个储物柜啊 它的整个空间纵深感非常的不错啊 那往下看啊 这儿呢像不像我们家里边 那个玄关的植物台啊 非常像 再往下是三个很大的抽屉啊 如果你觉得这些储物空间还不够的话 没问题 这儿还有 那接下来我们就到卫生间来看一看 整个卫生间呢 是采用了吸塑一体的设计啊 有赛特福德的旋转马桶 有独立的面盆 有水龙头 上面还有凌鱼花洒 再往上看就是毛巾架 还有植物柜啊 对面是一个带灯光的化妆镜 脚底下还有一个暖风的出风口 冬天洗澡也不怕冷 OK从卫生间出来啊 咱们门口有一个三公斤 洗红一体的洗衣机啊 生活还是非常方便的 那在上门口的位置的上方 就是它的电器啊 包括室内灯光的一些控制开关 以及功能显示的一个集成板 一幕了然非常的清爽 那我个人呢还是非常喜欢这种后上门的设计的 让整个车里边看起来非常的通透 那这辆来自于星星的旅行官啊 50英的700P轻卡房车 还给你提供了一个侧拓展的一个机构 让整个室内的空间看起来就更大了 更加的宽敞 那最后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辆车它的一个水电的配置啊 不仅仅是它的空间大 依然有着大水和大电 水是300升的清水 70的灰水 电呢是整车24V的电路系统 600安时的灵电值相当于15度的电 那一天的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还给你加装了一个最高达到 1700瓦的台阳能面板 以及3000的灵电器 那对于这辆车来说的话 如果你喜欢大空间啊 喜欢后上门 喜欢清卡房车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车的价格是62.8万 有点 就是 试铁 试铁 都 试铁 试铁